大家好,我是文睿,最近在网络里面有一句话被传的比较多,大致意思就是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对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然后呢,就是昨天我看到有一位台湾的立法委员也说了一句类似的话,他是怎么说的呢 大致就是,大陆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对台湾说话,台湾人不吃这一套 我听了这些话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了,确实是大陆他没有资格对台湾居高临下的说话 前段时间不是习近平不说了吗,说中国已经可以平视其他国家平视这个世界了,大致意思了 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呢,台湾也完全已经可以平视北京了 咱们可以大致对比一下,对比一下,大家就可以这个有感觉了 先从经济领域来讲吧,大陆这边不说吗,去年的这个GDP还是正增长 百分之二点三,感觉非常荣耀 真的假的,咱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数据肯定有水分,对不对 就算它是真的,那么台湾这边呢,是将近百分之三 就GDP的增速 台湾这边的数据,我觉得是可信的 有差距吧 然后人均GDP呢,就是 大陆这边呢,就是一万美金左右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数据,也是有水分,因为中国大陆那个贫穷的人太多了 台湾这边呢,已经将近,人均GDP已经将近三万美金了 这个差距有多大呢 是不是 然后再说这个外汇储备 台湾这边呢,是五千亿美金 大陆这边是三万亿,六倍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大陆这边的人口 是台湾这边人口的六十倍左右 大家知道,看这个差距 再说这个工资吧 咱们就按照台湾人常常这个说的这个22k来讲 现在这个,我相信这个已经改变很大了 我也没去查哈 但是前几年总说22k,22k 即便是22k 它折合成人民币的话 你在五千块人民币左右 是吧 那中国这边的工资呢 不是我说,李克强自己说的,对不对 六亿人一千块左右 这差距能有多大呢 是不是 你看就在经济领域 台湾和大陆整个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对吧 大陆它强调的不就是GDP吗 经常说,我们深圳一个城市的GDP就已经超过台湾了 GDP我一再说 它就是一个参考指数 对吧 就要两个公司比较的时候 你要比较的是什么呢 比较的是利润 你不能比较说 我们公司用电量 用水量 对吧 我们公司员工的加班时间很长 比你们公司多多少 对不对 说我们深圳用电用水 员工的这个 加班时间 比你们台湾要多 你这个比较让人会觉得很可笑的 你得比公司 你得比这个利润 真正比这个财富的累积 是吧 所以这是经济层面 那么在科技层面的话 这个以前就说太多了 咱再简单讲一讲吧 科技层面 前两天看到一个段子 就是说台积电三纳米可能要适量产了 对吧 人家说了 怎么刚三纳米 大陆这边已经100纳米了 对吧 已经200纳米了 这差距何其之大 当然它只是个段子了 就说前两天 这个中芯国际那边 不是说14纳米呢 已经 粮率呢 已经和台积电拉平了 14纳米 它还把 好像大陆的媒体 好像把它还作为一个 比较好的消息 报道出来 是吧 但是人家台积电 已经到这个三纳米 要适量产了 差距多大 你这边刚刚14纳米 粮率达到了90%以上 你就觉得很高 差距多大呀 对吧 那有人说14纳米 和三纳米呢 也差的不多呀 对不对 我最近这两天 我想出一个比喻的方式 就是说 像百米赛跑一样 你百米跑到25秒 从25秒 你跑到20秒 这不难 甚至跑15秒 可能你锻炼锻炼都不难 但是你从15秒 再往前进的时候 12秒13秒 这就很难很难了 那么你要是 能达到10秒以下 达到9秒多 那就相当不容易 你就很有可能是 拿到世界冠军了 那你要是达到9秒以下 现在还好像 记录也就是9秒多吧 那就 那咱就不说了 好像人很难达到9秒以下 那么 这就是一个情况 跟芯片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你说你想达到三纳米 哎呦 这简直太难太难了 这就这么大的差距 你看在科技领域 对不对 德国 美国 日本 求助台湾 包括韩国 都求助台湾 他们什么时候 会去求助中国大陆呢 所以这个科技差距啊 有多大 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了 对不对 那么从人的素质来讲呢 这个 怎么说 我去台湾就去过一次了啊 反正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好 人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有礼貌 而且非常的耐心 有耐心 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对吧 然后 就是非常热情啊 就是我到台湾 跟台湾朋友接触的感觉呢 就是很 在很大程度上 去跟日本的感觉 有相似之处 就是这样 那么再反观中国大陆民众的整体素质呢 当然中国大陆也有很不错的人 这我不否认 但整体素质的话呢 我觉得跟台湾真的是差距真的很大 那么在谈民众的这个福利啊 等等 就谈就谈这个医疗水平吧 台湾整个整个 他就是价钱非常便宜 而且质量非常之高 这点台湾朋友应该都有感受 对吧 中国大陆这边差距之大 这要赶 得多少年 对不对 差距太大了 等等 这些吧 我就 再多说就不多说了 就这些大家就应该有感受 是不是 所以说人家台湾的立法委员说 你中国大陆对吧 你没有资格居高领下 对台湾说话 人家说的是有道理的 非常有道理 对吧 你说大陆跟台湾比 现在有什么强的 无非就是人多 无非就是这个GDP 整体的GDP高一点 对不对 但这些东西 它不是什么可以值得吹的东西 还是那句话 你GDP高 无非就是你 这个用水电 用水多 就是用电多 然后人加班加点多 就是能折腾 买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能折腾 这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呢 对不对 那还有人说 我们那个大陆有新思大发明 我们有无现金支付 我们有高铁 有什么共享单车等等这些东西 就说这个无现金支付吧 这个技术本身其实不难 对吧 就是包括韩国 以前跟韩国的一些企业高官也聊过 不是说韩国它实现不了 它只是说 技术层面没问题 只是说它很多问题吧 需要去解决 需要去面对 它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都要去考量 但在中国大陆 才不考虑这些 现在使用这个无现金支付的一些 弊端不一点点就出现了嘛 中国大陆的朋友 可能也有感受 对不对 总之吧 就是我说了这么多 可能有很多国内的爱国群众吧 所谓的爱国群众不爱听啊 我还那句话 你要是真觉得台湾是中国大陆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真觉得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你就要去想想 为什么这个所谓的 这个台湾的一个省 对吧 不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省 怎么就比大陆强这么多呢 对不对 到底原因在哪啊 你不是得好好思考思考吗 是不是 反思一下 你不要老过来 到我这说难听的话 你好好想一想 这差距到底在哪 是不是在这个体制方面 对不对 你得去问问那个 对吧 北京那些人 要我在韩国的话 如果比如说基州岛 比韩国这边好 特别特别多 那我们也得想想 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家那为啥做那么好 是不是 这些都是那个 值得大家思考的部分 那么说台湾人不吃这一套 台湾人他到底吃哪一套呢 我跟大家讲 我跟台湾人接触啊 如果你对台湾人 非常的礼貌 那么台湾人 就会对你更加的礼貌 如果你做事 非常的恭敬 非常的低调 台湾人就会高看你一眼 如果你做事 非常非常的努力 用心 台湾人他就愿意和你合作 台湾人呢 就吃这一套 这一套台湾人是吃的 而且这一套不仅仅台湾人吃啊 韩国人也如此 日本也如此 全世界文明的国家 大家都是这样的 就吃你这一套 你很谦逊 很礼貌 然后呢 很热情 然后呢 很愿意去努力的工作 很愿意和别人配合 这些好的东西吧 到哪儿 都是可以行得通的 是不是 所以我就搞不懂啊 很多那个 就是那些北京的那些官员啊 中国的官员 动不动 就是居高临下的 对吧 一指气使的 对台湾人说话 有什么资格呀 对不对 你到底哪别人强啊 我就想不明白这个事啊 行 今天聊这么多 咱们下个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